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Dan 歡迎再次回到我的節目當中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題呢 再次拉回到了極簡內容 那麼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如何斷水離我的書櫃 在節目一開始之前 我想請各位先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個呢 就是你最近一次看書是什麼時候 第二個呢 是你有沒有曾經買過一本書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 你都還沒有翻開來讀 甚至一年過去了 你都沒有讀過它 我先自首 我有 就是我曾經在國高中的時候 買過一些外文的這種翻譯小說 就總覺得讀了它們之後 我就會整個人生大改變 變得很有氣質 很文青 所以我就買了它們回來 但殊不知其實我到2018年 我開始極簡的那一刻起 我都沒有讀過它們 所以這些書後來就完完全全呢 被我割捨掉了 那麼我覺得一本書真正的價值就在於說 它能夠提供它的內容 它的知識 當我們如果把這些知識已經消化吸收內化之後 甚至已經融會到我們的生活裡面去 我覺得這本書 它的存在與否就沒有那麼的重要了 因此書籍的斷捨離呢 並不代表我們把這個知識給丟掉了 但相對的 如果你擁有一本書 也不代表你擁有這些知識 那麼我們每一個人的書櫃其實有限 我們也不可能在我們的家裡頭擺滿一堆書櫃 所以書的流動與斷捨離非常重要 有一些你可能已經一整年都沒有讀的書 你可能犯了幾次之後 不感興趣的書放在家裡頭 它已經沒有發揮它的功用 沒有它的價值了 我覺得它如果把它捐出去 給更多的人去看 找到它更適合的人的主人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是比較有意義的 所以接下來呢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當初在斷捨離 在極見我的書櫃的時候呢 我所進行的步驟 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會將我書櫃上所有的書 一口氣全部攤出來 全部把它擺出來做個檢視喔 我那個時候有兩個大書櫃 然後一個呢是 第三個呢 是桌上型的這種書架 因此我就把這些所有書全部放到地上來 然後呢 我就進行第二個步驟 我開始篩選去判斷這本書的去留 我會用我們曾經提過的方法 就是用時間走 還有關係走的概念 那時間呢 我會定義在一年裡頭 就是說在一年裡面 我到底會不會再看它 會不會再翻閱它 那另外關係呢 我會去思考 我會在什麼時候 什麼情境使用它 頻率高不高 那這個時候有個陷阱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要非常小心 不要去說 我可能未來會讀到 我之後可能會讀到 其實通常有這樣的念頭就代表你可能不會再讀到它了 所以如果說你思考你的情境 思考你的關係 如果跟你沒有那麼緊密的話 其實這本書就可以割捨了 那麼第三個呢 就是說 我們如果確定了一本書的去留之後 這些可以割捨掉的書 我通常會有三種處理方法 就是賣捐丟 那麼賣的話呢 我們通常就是可以拿到 讀策生活去做二手的販賣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呢 把這些書籍放到像蝦皮啦 或者是露天啊 這樣的通路上面去做販賣 我曾經其實就在蝦皮上面 買過一本絕版的書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一個不錯的 二手書的流通的這個通路 第二個呢 就是捐 那如果你覺得這本書還不錯 還刊讀的話 其實你可以捐到圖書館 或者是說送給一些你的朋友 那麼最後一個方法呢 就是丟了 如果他已經泡水啦 很髒啦 或是泛黃啊 長霉的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支援回收他了 那麼我個人覺得有的時候丟書是一個蠻困難的事情 那麼我根據我過去的經驗呢 整理出了四種 我覺得相對來說 我們可以比較理性割捨的書籍 第一個就是教科書 或者是參考書 我們過去都在求學過程中 有曾經面臨過很多大大小小的考試 或者是說我們曾經在大學裡頭有念過很多的原文書 但是我們仔細冷靜思考 這些書籍跟我們的關係 好像已經不存在了喔 就我個人而言 其實我在我的工作上面呢 已經跟我過去所念的學系不太有連結 那麼很多人其實應該八百年也不會再去翻原文書 或者是國高中的課本了吧 所以其實這些書對我們來說捨不得丟 是因為有一點回憶在喔 那我想如果說 比方說大學研究所的書 如果他還沒有改版 上面有很棒的筆記 也許你可以送給你的學弟妹 但是如果這些書其實你應該用不到了 我想他們就可以資源回收掉了 第二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平常不常用到的工具書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英文字典 我們現在應該很少人會去翻閱 紙本的英文字典吧 我們要查單字可能就是上網 或者是用手機APP就直接查的喔 所以其實 英文字典這東西放在家裡頭 就是有一點佔空間 因為我們不太會常使用到它 那像還有一些像什麼古文官紙啊 慈海啦 這些過去曾經可能在那種文學考試會使用到的 甚至是有一些指定的這種考試 像語文檢定考 這些東西可能你在使用它的過程中 是因為你要考試 而當這個考試考完了 你大概不會一年到頭都在檢定語文吧 或者是說你應該不會一年考一次語文檢定 所以當這些語文檢定的書籍呢 你使用完之後 我覺得你可以捐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那當你下次再需要使用到它的時候 你可以去圖書館借 我覺得它比較不佔空間 那麼第三種呢 我覺得也很好丟棄的 就是有時效性的刊物 比方說像報紙 雜誌 如果你覺得裡面有些內容不錯 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但是多數有很多內容像是廣告 或者是有些你不感興趣的內容 比方說影劇版等等的 其實我們看完之後 它好像也不會儲存到我們的知識庫裡面 那我們覺得這整份報紙或是刊物 其實就可以割捨掉了 那麼第四個呢 就是我們平常不常看到的書 這個東西就蠻個人化的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你自己的生活習慣 你自己的情境 那我幫大家歸納了三種情境 第一個就是含金量不高的書籍 就是說對我們個人而言 就是我們可能翻看完之後 覺得說好像這本書裡面 跟我們有共鳴的可能不到五成 或者是說呢 它本身是一本很堅涉難讀的書 那可能我們只翻看一兩頁之後 我們就把它默默地放回書櫃上 一兩年都沒拿出來的 其實這些書呢 其實就不適合你喔 我們就可以把它捐出去 給其他更需要他們的人 第二個呢 就是一些可能大眾性的讀物 像小說啦漫畫啦 其實有些劇情內容 我可能看過一次之後 我有印象了 我就不會想要再讀第二次了 那有些書像是商管類啦 或者是科普類的書 其實這些書籍呢 我們大概懂了它大概的知識之後 其實它也就不是那麼的 需要把它百分之百的保存下來 因為我們不是要一字不漏把這些書的內容都背下來 所以當我們get到它的知識 catch到它的知識之後 其實這些書籍它就可以 所以跟我們斷捨離了 最後一種呢 就是因為我們常常會一時信息 所謂購買的一些像手作 手工藝之類的書籍 有的時候我們想要沖個咖啡 去買一本手沖咖啡的書 我們想要打個毛線衣去買了一本毛線衣的書 或者是做手工造的書 那麼這些書籍其實經常都是 可能當我們做完 或者是那個興趣過了之後 我們就擺在那邊 一兩年都不會去碰它了 那我就會比較建議大家 如果當你有興趣的時候呢 你突然興起想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去讀書館借 它比較不會沾空間 同時也比較不會花你的錢 好所以我現在會收藏的書呢 大概就分成兩種 第一個就是我常常會使用到的工具書 像我現在是身心靈工作者 所以我常會有收集一些像塔羅 占星或者是生命書籍的書籍 因為我可能每一個禮拜都會翻閱他們 那第二種呢 就是我覺得對我人生的啟發 蠻多的書 那這本書的含金呢 可能會占到70-80%以上 那我覺得這些書籍呢 就可以收藏在我的書櫃上面 但是總而言之 我覺得一個書櫃它的空間容納 它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對於書的收藏呢 它還是要有一個總量的管制 比方說我可能就會訂一個 對我人生影響很多的可能十本書 或者是說五本書 那麼超過這個總量你就要去思考說 其實我們現在獲取這個書呢 跟我們過去的書的內容 比較起來是不是差不多 雖然說它跟你很有共鳴 寫得很好 可是可能它的論述方式不同而已 但是概念很相似 其實就不一定要收藏起來 所以總量的管制很重要 簡而言之 書要減量的話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呢 我會建議大家做筆記 因為當你在抄寫的過程中 其實它也在幫助你做一些記憶 我曾經就是借過三下音子 斷舍禮這本書 那這本書呢 我借回來的時候呢 就是做筆記 寫在活頁紙上面 然後最後把它盯起來 大概只剩下八頁十頁左右 就薄薄的 那整本書兩三百頁 我就把它丟回圖書館了 還回去 那這樣的狀況下 你該要有的重點訊息 你得到了 那麼也不會在你的空間 第二個呢 就是我剛剛之前講到的 就是簡報了 如果一份報紙裡面 很多的內容其實都不是你需要的 很多的雜誌裡頭內容也是廣告 那你就把你真正需要的內容呢 把它留下來 剪下來收藏就可以了 在幾點之後我發現 其實每一個人的藏書 跟他的工作 跟他的生活 應該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每當我們在買書的時候 經常是因為想要讀 而不是真正需要 有的時候我們沒有思考到說 我們在什麼情境下面 會使用到這本書 我們使用頻率高不高 或者是我們根本沒有考慮到 我們生活忙不忙 我們會不會買回家之後 根本沒時間讀 經常是如此喔 所以當你下一次再去實體書店也好 網路書店也好 你要購買之前 嗯 不妨的停下來 思考一下一本書真正的價值呢 是在於他的知識 他的內容被你吸收 被你融會之後 運用到你的生活之中喔 所以如果你沒有真正讀到這本書 這本書等於就沒有意義 沒有存在的必要 好 所以你可以問問自己 什麼時候你會讀到這本書 我真的有時間讀嗎 我需要讀嗎 我想他都可以幫助你更精準的 規劃你的生活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希望或多或少對你有些幫助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內容 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也歡迎訂閱支持我的頻道 我是Dad 那我們下期節目見囉 掰掰